交互的事件 我們現在介紹下一個點箭頭 這邊可以切換到動畫開始的時候 那譬如說當這個鴨子動畫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動物就消失 我們先用倒過來做 好 首先先指定這個 那這個呢 由它來觸動它的動畫播放 所以呢 當觸摸河馬屁股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這個鴨子播放整體動畫添加 所以呢 這個會動 當我點選河馬屁股的時候它就會動 可是當它動的時候呢 這個就要消失 所以再來換它了 如果這個鴨子當動畫開始結束的時候消失好了 這兩個一樣 這是先消失 這結束各位看得懂 結束的時候呢 好 第二個動畫結束的時候呢 對向這個河色的小動物做什麼 隱藏做添加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當我點選河馬屁股的時候呢 鴨子是開始動 當它兩個動畫播放的時候它消失 好 來看一下 預覽當前 點一下 開始動畫 好 那這個沒設定好 一開始它不應該先消失 這是一開始的起始設定 是在齒輪這裡 我們先讓一開始不能消失 要等到它動完才消失 好 再來預覽當前 好 點選 動完第二個 它消失 就完成了我們的互動設定的這個 這兩個一樣 是一開始的消失 這是結束的時候消失 是一開始的消失 是一開始消失